娱乐圈就是一个没有烧烟的战场 看似风平浪静 但时时刻刻都有见不得光的事在暗处发生 一代歌王王杰只恨自己当年看错了人 才落得个悲凉凄惨的下场 如果可以 他还是想问问谢霆锋和刘德华 为什么那么做 那一年 初入歌坛的王杰发出个人专辑 一场游戏一场梦 这将不被寄予希望的唱片 在整个亚洲销售出1800万张 如此耀眼的战绩 顿时让公司惊觉挖到了宝藏 于是不遗余力的捧他 随后张爱佳导演的电影黄色故事 采用了这首歌当作片尾曲 这首歌的知名度更上一层楼 还获得了第25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 成为经典 王杰抓住这个机会 创作出一系列快智人口的歌曲 那是真正属于王杰的时代 大街小巷都在放他的歌 小孩子争着抢着看他的海报 青少年赞钱就买他的歌厅 就连走在大街上的老大爷 都会不经意的哼出他的歌 但盛极必衰 一次次创作出经典歌曲的王杰 王杰在此后的生活中 像是一个灵魂被慢慢耗尽的天才 终于走到了死不痛 1990年 王杰逼着自己出了四张专辑 但效果远远不如之前 也并没有涌现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这让王杰深感无力 此时刚刚串出头的四大天王 更加让王杰头疼 刘德华等人的名声和他不相上下 甚至有压过一头的趋势 事实上为了能赢过四大天王 王杰疯狂创作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作出三张专辑 而四大天王也发了风般的出新歌 开询面 是要争个高低 或许是因为过于拼命 王杰的歌曲质量持续下滑 对音乐的热情也慢慢消失 他有尝试寻找新的灵感和创作方向 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 超复合的工作 长期压制着王杰的身心 他更多的时候只能用烟酒治疗自己 但带来的效果只是短暂的 不久他还患上了厌食症 短短几个月 王杰受成皮包骨 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 幸好这时他的第二任妻子 莫其文出现 在对方的悉心照顾下 王杰恢复了活力 随后37岁的王杰 凭借伤心1999 事业焕发新春 但乐团最不缺的就是新人 大概一个月后 19次的谢霆锋 凭借谢谢你的爱1999 成为乐团新秀 向这位前辈发起进攻 在此之后 王杰签约成英皇一哥 谢霆锋就不服气了 当年他签约英皇时 就立即要做英皇一哥 于是之后二人一直在明争暗斗 歌坛如战场 每个人都是此捍卫自己的市场 拼尽全力守护自己的粉丝 2007年王杰因喝下一瓶 看似普通的饮料 败下阵来 他的嗓子被毁 事业遭受重创 不得已离开娱乐圈 这个伤心地 直至多年 他才在节目中 爆出自己被毒雅的真相 当年那些与他拼的 你死我活的天王巨星们 似乎都有作案嫌疑 但过去了这么多年 也无从查起 可惜王杰一副好嗓音 这名音乐天才的陨落实属意外